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姐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爱我们 我们今天要来阅读神的话语 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哇 这个境界很有意思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以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写这个经节 然后呢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那就是呢 他自己本身也经历过这个经验 那就是呢 他所受到的压力 所受到的苦楚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在犯难中 他还是欢欢喜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境界 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苦楚呢 是暂时的 是没有跟没有的相比的 然后呢 圣经也说 泛滥 泛滥中仍然的欢欢喜喜 因为泛滥呢 生忍耐 忍耐生劳炼 劳炼就生盼望 这盼望使他不至于羞耻 因此保罗对神 没有吸顿的好渊源 在他的属性中 也没有任何 勃起同情或之类 气伤的字眼 因他心里充满了 神的恩典 必永耀 所以保罗知道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地 保罗晓得 他能够有今天 那就是因为呢 他爱神 他知道神爱他 这个世界上 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这个世界上 是暂时的把我们 绑紧的在一起 但是呢 总有一天呢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唯有认真了耶稣 知道了耶稣对我们的爱 了解了耶稣 为我们一辈添加 所以他说了 现在的苦 现在的痛苦 现在的一切泛滥 如果比起将来 显立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以接应了 这次 这次战至亲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这个暂时的苦楚呢 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呢 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保罗在泛滥中 仍然得以喜乐的关键是 神荣耀的灵 藏在他的身上 彼得也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藏在你们身上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 所以 当我们是奉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要害羞 我们也不要觉得 哎呀 好可怜我 哎呀 好累啊 哎呀 真的 侍奉主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人能够了解我 哎呀 侍奉主 我还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不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爱主耶稣 因为 祂爱我们 我们侍奉祂 因为我们太亏欠祂了 我们 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 因为祂已经为我们而死在十家上 然后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 所以呢 跟我们现在的 泛滥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 优励 我们的 这个活动 我们的 一切的侍奉 和耶稣相比呢 是比不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祂 已经 答应我们 会永远的 与我们同在 祂赐给我们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嘛 没有疾病 没有眼泪 没有一切 为什么呢 每一天都充满着喜乐 荣耀主耶稣的名 那就是祂为我们一辈的天家 所以暂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累 我们很 很多烦恼 不要害怕 因为耶稣爱我们 祂会帮助我们 而且记得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是在天家 好 我们去基督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明白 主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暂时的 你为我们 预备永恒的家 所以主 当我们消极 我们埋怨 我们痛苦 我们忧伤 主啊 给我们一股力量 让你的灵 可以给我们启示 我们明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暂时的 你已经为我们 一辈永恒的家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祂祂祂祂祷告 阿们 十字架上体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地白伤 愿主爱来救望我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的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你是我的主 你愿意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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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